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革平听密语 刘皇叔月马过谈息 书接上回 曹操解决了三元一高 还在济州城筑起一座奢华的童雀台 就才班师回了许都 徐玉此事建议 这打仗打久了 不好啊 且等上半年养精蓄锐 曹操这边是养精蓄锐了 而刘备那边却还在勾心斗角 原来自从刘备到了荆州 刘表对他的招待就非常丰厚 然而刘表的夫人蔡夫人却心中不爽 因为好歹蔡家在当地也是世家大族 弟弟蔡茂更是刘表手下大将 凭什么我要看你刘备出风头啊 这梁子就这么截下来了 这日刘备送给刘表一批骏马 却被人指出 此马名为帝卢 骑则防主 刘表就将马又送回给了刘备 还请刘备驻守心眼 刘备不明就里就一直骑着 然而有一个叫一级的人 提醒刘备 这匹马可是有问题的 刘备却说 但凡人生死有命 骑马所能防灾 一级一看 这个刘备是个人物啊 于是就渐渐和刘备好了起来 这边刘备新交了朋友 而那边刘表却越来越发愁 这愁啥呢 按刘表自己的话说 五座举荆舟 足够过小日子了 就一点 我啊 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刘琦是前妻生的 而儿子刘从是蔡夫人生的 我实在不知道该立谁 刘备看刘表如此烦恼 就劝他 自古费掌利诱 都没有好结果啊 你要是担心菜市权重 可以渐渐虚弱他们权利啊 没想到 这番话 被躲在屏风后的蔡夫人听到了 更倒霉的是 刘备那天也喝醉了 趁着酒性对刘表说 啊 我若有经验 天下碌碌之辈 都不在话下呀 说的刘表是默然不语 屏风后的蔡夫人也咬牙切齿 刘备话说出口 才察觉自己说错了 连忙起声告辞 蔡夫人从屏风后撞出来 秘密招来弟弟蔡帽 二人商议要在管设之中杀掉刘备 也幸亏刘备新交的朋友 一级通风报信 刘备这才逃回了新野 然而蔡帽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刘备 一句不成我又来一句 这天刘备接到消息 说刘表请他去襄阳开会 哎 这会无好会 不过人家都请了 你也不能不去吧 于是赵云带着三百人马 护送刘备来到了襄阳 果然 所谓开会 其实就是蔡帽的计策 他派人守住了襄阳城的东南北三门 只有西门外有谭西族格 不需要把守 这日开会大摆沿袭 蔡帽先是支开了赵云 就要准备对刘备下手 此时又是一级 他指点刘备 哎 你赶紧的 从西门跑吧 晚了就没命了 刘备急忙骑上地炉 一路朝着西门奔去 却说西门外势 谭西 宽达树杖 水又深游击 刘备强行操控地炉过河 没几步 马前蹄就陷了下去 刘备急得大喊 地炉地炉 今日你妨碍我 刚说完 那马呼的从水中腾身而起 一跃三丈 直接飞到了对岸 追在后面的蔡帽 见状是傻了眼 啊 这真是有如神字啊 这一回中 要说拯救刘备的 其实不是地炉 也不是一级 是刘备自己 要不是刘备那句 但凡人生死有命 起码所能防灾 感动了一级 一级也不会三三两次通风报信 要不是刘备根本不在意 地炉方柱的迷信说法 也不会有一跃三丈 飞过谭西的神奇 说到底 还是刘备自身立的正 才能风修化极 遇难成降啊 那现在刘备好不容易逃过一劫 接下来 他还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咱们下回分解 别碰到这儿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